就是视频中的这个姑娘 她凭借着一手精湛的陶瓷作画而红遍网络 不但被多家媒体点评报道 还被网友称为 这简直就是人体打印机 在她的笔下 一笔线条也被她勾勒得完美无瑕 行云流水的画迹 创作出了一幅富精美绝伦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在纸上画出千里江山图 亦或者是在陶瓷上描绘锦绣山河 她都是画得让人叹为观止 每一幅画作都充满了她独有的意境 就是这样一位画功卓绝的绘画大师 生活中还有着怎样的精美艺术呢 今天阁主就带你走进 这个小姐姐的艺术世界 她的名字叫炫秋 是一个来自于江西景德镇的90后小姐姐 据了解 她从小就对画画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 再加上当地盛青陶瓷 于是她经常是拿着陶瓷 创作一些山水画 当然刚开始 她也是拿圈纸练习作画 毕竟用纸练习练不好 只是浪费一张纸 而用陶瓷练习练不好 那就浪费的是一个陶瓷 于是她便先在纸上练习各种山水作画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练习 她如今也是拥有了一身精湛的画功 现在她在每一个陶瓷上作画都显得是游刃有余 每一个被她画出来的陶瓷 都非常的精美绝伦 那价格也会顺带翻上一番 因此也是引得多家媒体转载报道 纷纷夸她这双被天使吻过的双手 网友们看了 也是都被她漂亮的陶瓷作画而震撼 纷纷留言说 这简直就是会行走的打印机 当然也有网友怀疑她的画是打印的 发的视频只是摆摆样子罢了 为了止住这些质疑声 炫秋也是立马上传了很多 她从头画到尾的视频 这才让大家知道这个姑娘的画功 都是真凭实力的 纷纷为她竖起了大拇指 还留言道 这才是国宝级的手艺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作 那么 看了这个视频 你觉得炫秋的陶瓷作画漂亮吗 抖音